哈喽大家好 前面几天我讲了一个500兆免费的一星卡流量 今天的话这次来大招了 这次的话是1GB流量 然后我刚才领了3GB流量 一星卡流量 然后我测试成功了 它是分三张卡到我的Fiber上 现在的话打开这个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兑换序号 你可以输入我的兑换序号 这样的话我可以获得100点 其实也是小羊毛 好吧只有你付费之后我才能获得实际奖励 一般来说是没奖励的 好 这个是它的官网叫tale-you 我们就叫特勿 特录好了 无所谓 它本身官方的话 其实也有一个叫code 这个特勿 特录 eSIM都可以 好了 然后你要下载APP是不是 APP的话我可以这边说一下 苹果的App Store里面的话 你要用美区下载 那Google Play的话 你这个可以下载的 但是呢 不太方便 是不是 不太方便 那我上次说了个办法 你就在谷歌里面搜索 tale-you 然后空格 apk 这边的话就apk文件 直接下载就行了 然后你就装上手机了 国内是完全可以打开的 没问题的 好 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苹果的一个标志 好了 比如说打开之后 首页 就是最下面首页 首页之后 你这边有个序号兑换 是吧 序号兑换点一下 好 点一下的话 你可以把我的序列码输进去了 点使用的话 它会提示你要兑换方案 是亚洲一级币30天 它最后启用日的话 就是说这个卡的话就跟签证一样 你最后签证什么时候到期 那么现在如果说你现在激活它的话 那就月只能用一个月 其实也还不错 一个GB的 它可以用19个国家都可以用 所以说你出门方便多了 你如果说真的出去玩的话 可以点下面送出 好 这边的话提示兑换成功 好 这样的话到这个界面的话 我要说一下 这个界面的话 这边的话其最后启用日 你要注意这边 它APN节点3G net 其实跟你是无关系的 你没有你不用需要配置什么东西 但是我想说明一点 我感觉它的网速 好像没有这四级块 没有5级块 可能真的它送的虽然说很多 可能只有3G的速度 你介意的话你就算了 我刚刚说错了是16过 不是19过 这边的话 你要点取得EC 其实它这家厂商的话 应该是台湾厂商 好 然后这边的话 它说最好你旅行开始 或者取用 我就是直接取用了 好 点击立即取得之后 它这个时候说实话会有个卡顿 它还在准备中 一直准备中 如果说你这个页面不切换的话 它一直会在准备中 你还以为准备是没成功 这个时候你点首页 下面首页点一下 其实的话 它就10秒钟就到了 10秒钟30秒到了 你就1分钟之内 你就点首页 然后再切回了查看网络 你就到这个界面 反正下面三个三四个按钮 就出来安装EC的按钮了 好 这个时候它有一个须知 无非就是说告诉你不要删除 删除的话 它就没法取回了 所以说我也提醒各位 你eSIM最好不要把非常重要的卡 去转换成eSIM 我知道有些朋友 他是有美国的卡 然后美国那边又很流行 这种eSIM 你转换出来 我感觉最好不要转换 好了 到了这个界面 你就扫二维码就可以了 下面的话手动输入数据 如果说你需要的话 你就扫输入数据 好 你可以看到我是用Fiber的下载成功了 下面有个备注的 我最好的备注一下 好了 再切回来 我可以看到我这个界面 1GB流量剩余 不过这个延迟真的是延迟挺久的 不像之前介绍那款500兆的流量 它显示的非常快 这个的话 感觉好像都好几分钟了还没显出来 好 这个是我在测试 这个卡的话走的是中国联通国际 也是一样的 可以打开谷歌的 好 你可以看到我这台安卓手机 我拍照的 我这边有三张 三张都完成了 就是这样的状况 顺便提醒一点 就登录的时候 它有三个选项 比如说用Apple ID 谷歌账号 Facebook账号 那么像我的话 我三个都有 每个都领取一下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中 其实你就注销退出就行了 你也不用把这个双出软件 不用换Apple 什么都不用换 你就直接换个号 登上去 把序列号一兑换 就有了 你不用什么 它没有什么限制的